其实我从小呢是动手能力特别强 跟我媳妇我们走开玩笑 如果我小的时候我要是没有绘画了 现在可能我们就变成一个科学家 后来有条件之后呢 就是汽车呀什么这些都很感兴趣 买夜车然后加入夜俱乐部啊去去乐园啊 所以说人都有两面性 而且这两面性可能是对立的两面性 我觉得这个创作呢是我的命运的 我的这个画呢 文静山这个系列 属于一种绝对的一个静的状态 非常宁静和神秘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呢 可能又和这种状态是一个相反的状态往往 其实我这个文静山系列这个作品 要表达这种静谧的这种山水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国画的这种手段更适合我 东北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它的植被啊什么都是相对单一的状态 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变化 很平缓 甚至是就是属于无特点 就是它的特点 很多这个中国画家对东北 其实都是素肉无测的 因为他们去的这个东北 发现这个去森林啊 去大小星岸岭啊 发现树都是长这样的 而且都是直的 它不像这样的安南方 每一棵树一个形态 所以在绘画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你画的什么东西啊 什么实际不经意间就流了出了 你的这种民族性或者地域性 后来我在绘画的时候也是这样 甚至有的时候是有意识地追求这样的状态 这些树啊什么的 可能就是并排的排列 整片的雷同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把这样最普通的东西 把它巧妙组合起了之后 可能会给人一种完全就是不一样的状态 一个画家一辈子能有一个成熟的系列 其实也算是很多容易了 你的绘画的整个的这个生命 其实都是就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这个作品就是把你的艺术的这个 整个的发展过程 它的一种演示 它并不是说落实到你的某一张画 而你的整个的这个艺术生涯 才是一个要完成的一件作品 这个和我用的这件作品 这次的这个艺术生涯 是一件作品 点击是一件作品 我来讲述了 行为你做ural機 也是一件作品 是一个树 比较少年之后 以为我用白色的 ? 起来